我愿意出五万块钱装电梯 装电梯 你自己装也花不了五万吧 要的 要五万是吧 我的六楼 大家看嘛 我们老家那里 他们老房子没有电梯 现在谁愿意 他们全部装六楼了 全部装好了 我们这里也是可以 如果 当然这种事 至少一栋一栋实行 不可能你家一户的 毕竟装不了 你就一个 一栋一栋的去实行 我觉得装电梯 不是可以实现我们 房价增值了呀 肯定大过你这个电梯的钱 那个李老师 就说你买 你就十来万啊 买的这套八十八平 两个八十八平的房子 你打听以后 就说您的邻居 他们是多钱买的 二十四 二十四万 是什么时候买的呢 可能两年前吧 两年前就多花了十万 多花了十多万 倍 翻倍 所以这个买房子 时机很关键是吧 时机好的话 就像您这个赶上时机了 好时机了 结果捡了个漏 应该是捡便宜了 这个结论下了早一点 还早 还要降 再过半年再看 半年以后 有可能 他那个十万的降到五万 也可能降到 涨到二十万 都有可能啊 对对对对 所以结论先别早下 那我们在等 结论的时候 我们等结论的时候 我们什么也不为了 那房子 你就错过很多机会了 我觉得有机会 抓住就行 什么时候上车都不晚 你本身作为投资 就不应该买房 这是我的观点 他们说 现在可能要慎重 现在要慎重 这个时间点要慎重 因为当你没看清的时候 当然了 我觉得每个人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吧 你看李嘉诚 他为什么 他们说 他第一桶金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他的话 就是说 香港的一块地皮 是没人要的 那块是坟地 好像坟地 在我们中国人说 不吉利 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说 这不是很好的 后来整个香港 哪一村土地不是黄金造的 那就有 所以要看每个人的智慧 和你的勇气 机会还是 还有要看时间 哪个时间 在整个大的趋势 长的时候 当你买的时候 肯定是跟着走 大趋势降的时候 那也没办法 顺势而为 人生也是有的时候 人生有时候 也有一种机会 他们不是玩 小 偶尔家里玩玩 也跟小 小 小堵住玩玩吧 有时候人生 其实也是 就像我们的海边的浪一样 又高 又低 对 看你什么时候进场 这又一个问题 我想问 就是说现在的当下 比如说 你杭州肯定有房子 现在又在银台买房子 你北京有房子 现在又在银台买房子了 那么未来 这个房产税 你们觉得实行以后 或者还有什么 叫什么养老 房屋养老金 对 这些实行以后 对咱们 这个 有多套房子的人 怕有什么影响没有 这个我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 因为 五六年前 国家不是想 那时候想收房产税吗 想挣房产税 上海不是 四点过了吗 四点过了 为什么后面不推广 你一交税 房价就下跌 房价是 也是政府收入的来源吧 他税收 你让他跌 跌无可跌 对吧 这不是他们想要的 所以 不用过来担心 不用担心是吧 对 这个不用担心 我不担心 你不担心 那 孙老师 你怎么想 我觉得 应该是对 想买房的人 会有一定的影响 不过对于我们 现在的实际情况来讲 银摊这房价这么低 交也交不了几个钱 说白了 对吧 也没几个钱 又不是北上广 是吧 你北上广的房子 要交洋老金 那可就贵了 洋老金 他那个实施 有 有些地方 有试点方案 是吧 我 我好像 看到网上的 也像 有时候上海 大概要 一百平等房子 可能要多交 一万多块钱 就要多承担 一万多块钱的 这个养老金的费用 当然这是 这是 道听途说 不是肯定了 但是 如果对于 普通的 公金价增 肯定 家庭肯定会有点影响 不是有点影响 影响很大了 但是上海的房价 多少钱 咱们银摊 该房价多少钱 上海 都 我朋友 他们给女儿买的 都六百万 对 他说四款 一万 四款一万 六百万 多大平米呢 一百五 一百五 四款一万 四款一万 行 比北京便宜多了 比北京还便宜多了 北京的四款路的房子 得八千块钱 不是 八万块钱 一平米 您家是几款呢 我家的四款 您家四款 您的房子 卖的能值多少钱 那得抓紧卖呀 大概 大概说不好 反正一百多平米吧 一百多平米 是八万一平 当地的房价 八百多万 八百多万 卖了呗 卖了以后再等等 降下来以后再买呗 是不是这个办法呀 可以的 你觉得怎么可行呢 他们很多老板都是这么做的 老板这样做的 是南方老板比较聪明 他们怎么做 反正具体操作 他们甚至在房价高的时候 比如去年卖掉的 前年卖掉了 现在再去买回来 不是 已经 房价已经弃折了 这利润 百分之三十赚回来 不好说 这个 我有一个消息来源 也是国外的朋友告诉我 如果这个价格 到日本东京 买的房子比 北京的便宜不少 还要大 还要好 而且那是永久产权 对 永久地底下 你们家的金矿都归你 对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国外有些房子 你看起来好像 不是很贵 比起国内的大城市 不是很贵 但是他那个税 做到他那个使用费很高 税很高 不 他也不高 我不高 因为为什么呢 首先他是永久产权的 第二个呢 也不贵啊 房产税很高 四千块左右 每年就像我们交的物馆费 你看我们交了物馆费 你房屋的质量还担心 那他一点不用担心 非常好 你放心好了 一百年的标准 我们都二三十年的标准 对吧 你三四年不是 你刚才说了 二十年的房子很老了 可是人家不觉得 二十年还很新嘞 对吧 关键你投入修缮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踏实 因为那房子一直是你的 那是子子孙能给传下去的 不是七十年产权 咱这七十年产权的房子 也未来也可以让你继续住 只要不坏 但是对啊 你说前天只要不坏 对 问题是我们的房子建筑 他的标准就是二三十年 哪有七十年 我们昨天看到了 就二三十年 对啊 哪有七十年 二十年不是要修了吗 说老房了吗 对啊 但老房在这个地方建的话 你的这个地 你买这个地 还没到七十年呢 还属于你啊 推掉重造了 那就是 我们那个老房子不是有推掉重造的 在你们杭州 我还等着那套房呢 那套房 完了我们两个说吧 属大王说心越来越凉 有什么凉的呀 没有 所以要有国际事业 我们属老 刘老师很方便的 他有国际事业 可以进行对比 因为我刚才说了 刘老师说的 哦这里 什么要是什么什么样 我跟他说可以挪啊 适合你适合的地方啊 肯定有 那是 迈开腿就可以了 嗯 关键 岁岁岁岁大 就懒了 就没有那个心思啊 那个精力在挪了是吧 但是尽量不要去挪 去海南 这个 一个台风就把风就收了 这两天可擦了 人家也喜欢海南 好多人 好多人当时跟我说 这海南怎么怎么 我说我不去 我说我去了以后热死了 这两天 你看 硬胀了 在海南的人 糟糕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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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观点中 我觉得广西广东海南 这些地方都不太适合 北方人生活 太热了 不得了 你不适合北方人生活 那南方人不一定这样想 我觉得 也比喜欢热 热我不喜欢 我是为了凉才凝滩的 我不怕冷 就穿皮呗 棉毛也可以 对吧 风气和水都很好 喜欢安静的人 可以就是要带一辆车来 没有车辆是不行的 带一辆车来 孙老师您这个 家里有测水质的比 是吧 您测了一下 咱自来水是什么个状况 我那个数值 好像跟那个大飞 他们那个标准不太一样 我那测的是 钙美离子浓度 我测的是钙美离子 那么 咱们现在用自来水 是60多 打的井水是30多 老陈他们那地方是17 就是在那个小侯家那是17 那么低 那个圣水宫是0 圣水宫那么低 是0 那你北京多少呢 北京 我在北京没有 我没有拿我那个东西测过 但是我的印象中应该是200多 200多是吧 哦 那是越低越好吗 对 因为它是就是形成水碱的那个 那种 钙美离子嘛 就是那种 泡沫质相当于 对 也 反正就 泡沫质 钙美对人体 没啥好处 哦 容易形成基金 对 对 就是所以 咱们烧水 烧水没有水碱嘛 对 水垢很小 北京那水垢 那就是不得了了 对 我有印象 我们小的时候喝那水的时候 烧的壶还一层一层那个水碱 对 壶底下有一层 这里水干净就 就是水壶烧的水的话 都是那一层一层的 这个壶的 内壁都是有水碱的 对对对对 对 咱这地方就几乎没有这种现象 对没有 水这还是不错的 是吧 结果尽管这样 好多人还不喝自然水呢 还要喝喝像孙老师家 还要喝喝井水呢 不起来 他就拎了两层上楼 哦 那有点吃劲 过两天 那个 那个 等天凉快了 准备试试生水工的水 哦 去吧 挺难打的 那个地方 还没有为零的这个 不得了 对 真是生水 那水真好喝 我们的一个朋友 一天要吃一百块钱 我们这里盛产的水 可能就你说的那个零 对 他要一天吃一百块钱 我们这儿的水 哦 哎呦 那很有钱啊 他很有钱 但是要有命 哦 要有命 你看那天咱们看到 他在侯家这边拉水 那家伙以为渴头上去了 那他才拉多少水 反正我见过 前后几个邻居 就是委托一个人 那一回就是 十几二十桶的水 对 当那个小猴家那 小猴家水真还不错 是吧 十七 真是相当好了 对 咱在我们门口的井水是三十 三十多 三十多 我们家门口就是井水 三十也不高 你你家那边的那个井水呢 是多少呢 测没测 你没东面那个 那边那是六十多 哦 还不如我们的水好 哦 那那我们的水好 哈哈哈哈 我们家就在我们家楼底下 嗯 啊 咱们 都在我们家楼底下 我们家楼底下 我们家楼底下 我们家楼底下